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GHL System 现在这家公司的估值呢算是合理的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吧 在2022年5月27号的时候呢 RHP投行呢就给出了1令吉65仙的目标价 给予GHL System Berhad这家公司 当然在2022年第一季度呢 它是取得了530万令吉的核心盈利 是在RHP投行的内 但是呢比他们的共识呢还要来得低 因为呢他们支付还有或者是产品组合的变化呢 导致了他们的Gross Profit Margin 也就毛利率有所下滑 在交易支付价值那方面呢 也是持平也就平平无期 在2022年第一季度呢 仍然是被COVID-19的病例 高病例所笼罩的 但是RHP投行呢认为 随着经济的边境的重新开放呢 还有TVP也就是交易支付的价值呢 上升的趋势呢 将在随后的几个季度逐步的恢复 是呢 目前的乐观情绪已经反映在股价上面 所以呢 RHP投行认为呢 它的上升空间呢 是有限的 Gross System呢 就在财务报表 第一季度 2002年财务报表呢 就披露了 它的营业额为 9260万令吉 同比增长6.8% 还有核心净利润呢 是530万令吉 同比之下呢 是下降了8.8% 分于对应他们全年的12.7% 比较好的营业额收入呢 是由于来自所有的地理区域的交易支付 获得简称TPA的部分呢 增长了12.3%所推动的 因为呢 高疫苗接种率 还有不同的支付类型 商户组合的商户折扣呢 缓解了整个封锁 这远远抵消了在 菲律宾共享服务部门的 较低租金收入 因为这个活动呢 到了1月份的时候 是受到COVID-19的封锁影响的 GSL System呢 虽然它的GP margin呢 是小幅的走低 尽管呢 它的营业额有所增长 但是由于在进一步的放松 封锁的情况下呢 商户组合和产品组合发生了变化 在收担方面那个业务呢 就是TPA还有呢 支付呢 毛利率都有所下降 导致它的核心利润呢 不停的收缩 这些呢 都反映在它的整体的GP margin 也就是毛利率的水平方面 其中呢 TPA的毛利率从2021年 第一季度的0.17呢 虽然小幅提高到了0.18 但甚至低于2021年第四季度的0.23% 电子支付的毛利率 竟然在这个季度呢 创下了0.86的新低 对比2021年第一季度的毛利率 0.95是下跌了0.09% 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总T值平于RM62亿令吉 虽然同比是增长了1% 环比却减少了2% 电子支付的领域呢 虽然增长 抵消了TPA领域的疲弱 因为呢 Omicron的变体案例 出现的高峰呢 是在二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GXL System的TPA 还有电子支付的足迹呢 环比仍然是增长4% 分别达到127000和51000的 GXL System呢 其实授予于边境的逐步放宽 并且让RHB投行认为呢 随着GXL这家公司营运所在的 国家还有地区的经济还有边境 全面的重新开放呢 TPV的上升趋势呢 应该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呢 逐步的最近几个月的强劲消费的趋势呢 也意识着GXL的业务 还有长期趋势呢 未来将转向电子支付跟无现金的渠道 然而呢 RHB投行还是将它的评级下调至中心 因为呢 GXL的股价呢 估值在P Ratio 49倍 并且呢 除了利率上升的环境外呢 对于所有的一些主题呢 的预期呢 已经是被消化掉了 让他们呢 RHB投行呢 把目标价呢 维持在1.65令吉 跟2022年的50倍P Ratio 适应率挂钩 当然GXL呢 也有着下行跟上行的风险 就比如说 TPV利润率和电子数据采集中端的销售呢 是比较强或者是比较弱于预期的 所以呢 接下来几个季度呢 进GXL的业务出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在利率率那方面 也就是Profit Margin那方面呢 就要拿捏得当了 毕竟他有非常强劲的对手 不断的在增强 也就是Revenue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和分享的话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要注意哦 这只是分享自己的投资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影片 谢谢大家